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 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是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 开创了恶劣先例 立方公然违背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 是背信弃义的错误行径 鉴于中立赖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遭到立方破坏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不得不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立方狡辩所谓代表处不具外交地位 纯属欲盖弥彰 台湾当局旺称 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 是台湾重要外交突破 是一项我这是带引号的所谓重要外交成果 这分明就是台湾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不打自招 是他们搞台独分裂行径的有力罪证 立方应立即纠正错误 他们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 我们也正告台湾方面 无论台独势力如何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 都改变不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企图挟洋自重 搞政治操弄 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 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 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 但牺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 我们呼吁世界上其他国家 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 从国际公理和正义出发 不要被某些大国所裹挟 不要卷入无谓的对抗